你看他這個屁屁 你看他這個屁屁 這樣可以嗎 超堆的欸 欸超有彈性 這是有運動的屁股喔 有有我在正常 所以你今天就是穿這樣搭捷運的嗎 嗯 哇賽 太勇敢了 哈囉 歡迎來到小珍奶頻道 看我今天穿的這身打扮 我今天來參加WebShine的 好友品牌日 今天的主題是 星際嘉年華 我覺得今天應該看到很多辣命 因為今天其實是有一個dresscode的 你可以穿WebShine的時裝啊 洋裝 或者是比基尼 然後有上傳打卡的話 其實WebShine就會可以贈送時裝 然後或者是比基尼一套 珍奶今天穿的是WebShine 新年的新款 就是黃色的比基尼 我平常會買很多WebShine的比基尼 是因為珍奶不是都有在棚拍嗎 每個月都會開那個團拍 所以我都要非常大量的比基尼 所以WebShine真的是我的好夥伴啊 會喜歡WebShine的牌子是因為 它不僅是穿起來很集中 然後它的造型也都很多變化 珍奶今天呢 想要做一個街坊實測 就因為前陣子我在拍照的時候啊 有一些攝影師就跟我說 你們到底拍內衣跟拍比基尼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啊 內衣哪是你在街上就看得到 可是你比基尼是在海邊 可能就會看到比基尼辣妹 但是我們不會穿著內衣 然後到海邊這樣子跑一跑去吧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我今天想要實際就是街訪一下 就是問一下今天來參加WebShine活動 男生跟女生的觀感分別有什麼不同 Go 今天呢WebShine就是星際嘉年華的活動 所以我看到這看起來就是很像那個星球的感覺 所以它現場就是有一些很像沙灘啊 或是一些稻草的東西 粉粉紫紫的 現場看到很多辣妹 最近大家不是很流行那個多巴鞍的穿搭嗎 就是要粉粉紫紫的 然後我現在看到裡面有一些特賣會 大家可以在裡面挖寶 看到好多人在排隊喔 現場還有超可愛的棉花糖 你看它連這個棉花糖的顏色都很符合今天那個星際星球 它的顏色也是這種粉嫩粉嫩的感覺 現場也有看到不少的男士 但是它旁邊可能都是陪著它身邊的女伴或辣妹來 等一下我們來做直接街訪 看看能不能問到男生 Go 嗨 請問我可以跟你做一個街訪嗎 大家好 我叫小C 那你今天穿的是WebShine的比基尼嗎 對這個是美人魚系列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 欸好漂亮欸 袖子這樣子蓬蓬 對 而且有種公主的感覺 對 就覺得它蠻可愛的 而且它中間這個設計是有種黃冠的感覺對不對 對 它背後是不是也有些什麼 背後是綁帶 哇 太辣了吧 這後面一拉其實就鬆了耶 這是要比我拉嗎 之前遇到很多直男都會覺得說我們女生 到底為什麼可以穿的比基尼這樣跑來跑去 但為什麼穿內衣就不行 那小C你個人覺得內衣跟比基尼對你來說 到底一不一樣呢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內衣是女生隱私的內在美 是不是 你知道像很多內衣的款式 其實它是有蕾絲的 或者是甚至有些還中空啊什麼的 對啊 那個是為了誘惑自己的另一半去私密 只能給另一半看到的 對 那是我們能穿出來 而且你知道有些內衣還是透明的 比基尼不能穿透明的出來吧對不對 那小C你有什麼想要跟我們這些直男 就搞不清楚比基尼跟內衣的直男們說 多跟異性相處之後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更了解女生 到底在想什麼 對 我們謝謝小C 謝謝珍娜 我現在看到我的10點鐘方向 有兩個辣妹 超辣 你看那個屁股 臀是臀 腰是腰 嗨 兩位辣妹 可以自我介紹一下你自己叫什麼名字嗎 我是小琪 小琪 那你叫什麼名字 Follow Follow 欸 名字好特別喔 Follow 是那個Follow Me的Follow嗎 所以你的名字就是要叫人家Follow你這樣子 對 好Cute喔 那你覺得比基尼跟內衣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有啊 就跟男生的內褲跟海太褲都有差一樣 對啊 不然你們男生會穿那種CK超緊 然後一大包的那種 然後在外面走來走去嗎 是不是不會對不對 對 很醜喔 有啦 可能那個超人 超人之類 太小的就不要串出來 就比基尼會做比較有造型的比較好看 你穿出去就很好看 但是有一些可能蕾絲 比較就加一點內衣 是不是 重點就是蕾絲對不對 甚至有些還透明款式 有些還那種什麼拆禮物從中間解開那種 對 就是比基尼比較沒有到這麼多蕾絲花俏的部分 對啊 其實還是不一樣的 因為之前就是有攝影師覺得說 為什麼你拍照就是拍比基尼啊你不能拍內衣 我說不行啊拍內衣尺度太害羞 啊你都敢拍比基尼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就覺得差異其實蠻大的 可以告訴我是哪一個攝影師嗎 嗯 下面自己來認你 最近留言 小琪你可以介紹一下你今天穿這個泳衣嗎 我覺得這一套泳衣很好看 我也有紫色的比基尼這一套 這套 這套就是他們當季的最新款 我自己覺得這個紋路我很喜歡 它有貝殼的感覺 對它有貝殼的感覺 而且這邊還有這個經驗 就是WFSH也很喜歡做這種經驗邊 而且它的下半身超級心機超級大 你看 你看真的是這邊耶 這邊可以稍微遮一下肚子 這個是可以穿出去的嗎 真的真的是可以穿出去的嗎 沒有 可以 你會敢這樣子穿去海邊嗎 是OK的嗎 我都穿丁字褲就海邊 屁股在外面 我剛剛就是來訪問他們的時候 我有偷看到小琪的屁股超翹 我們請她轉過來看一下 你看她這個屁屁 你看她這個屁屁 這樣可以嗎 超酸的耶 超有彈性 這是有運動的屁股嗎 有有我在健身 羨慕嗎 直男們 好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小琪跟Follow 兩位辣妹 我叫做Vash 你感覺好斯文喔 有聲勢的感覺 你是攝影師嗎 我看你就是她很專業耶 蠻常在拍照 蠻常在拍照 那我們今天就來問一下 我們專業的攝影師 請問你覺得 比基尼跟內衣真的有不一樣嗎 老實說以裸露程度來講 是沒有不一樣的 比基尼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對 就是它讓女生覺得 把類似內衣尺度的東西 穿出來是很合理的 就是可以很大方的展現 就像我現在穿的 其實就是很像內衣的感覺 但我竟然就在這個地方走來走去 對 我覺得比基尼跟運動內衣 都是一個很偉大方 像CK CK我就可以接受耶 為什麼 但是其實CK是內衣 這就是男人的陰謀 對 我們幫你們洗腦之後 就讓他們知道說 泳裝跟運動內衣很健康 但其實它跟一般的私密內衣的 我覺得差不了太多啦 那你可以接受你的女朋友 給攝影師拍內衣尺度嗎 內衣還是不行啊 那如果她的攝影 她的攝影大哥說服她說很健康啊 運動型 運動型 沒關係 就是我來拍啊 我就很會拍啊 如果想要拍好看的照片 歡迎你找我 公商一下 公商一下 我叫Angel Angel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今天穿的Waveshound泳衣 是什麼樣的款式 雙綁帶的 後面就是這種很性感的一致的 哇 很辣耶 而且你今天還搭配個吊帶褲 超辣的 下面就超多女生這樣子穿耶 其實就是有一種 健康 然後落影落線的感覺 他們家永遠款式很多 然後集中效果也都很好 而且款式顏色也非常多多段 對 設計也越來越棒 比基尼就比較陽光 然後內衣就是很隱私 在家裡男朋友才可以看到的那種感覺 你是不是以前是模特兒啊 就外拍模特兒 有在接外拍 有在接外拍 難怪我真的看人很準耶 真的很準 所以你會接到內衣尺度嗎 我沒有接到內衣尺度耶 對啊 就是太澀澀的感覺 我叫阿翰 阿翰 阿翰你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老實的人耶 難道你就是我們所謂的直男嗎 我不知道耶 那我現在來問一個問題 馬上就知道你是不是直男的 請問你覺得女生的比基尼跟內衣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你覺得不一樣 不一樣 哇 你是我今天遇到就是第一個男生 然後說內衣跟比基尼是不一樣的耶 我就覺得 比基尼感覺就是在玩水啊泳池啊 就是海邊的辣妹都可以看到這樣子 對對對比較可以看到 所以你覺得海邊會偷看辣妹嗎 嗯 可以說嗎 女朋友在旁邊是不是 老婆在旁邊是不是 叫婷婷 那婷婷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今天穿的webshine泳衣的款式嗎 今天穿這件是零千聯名的 零千聯名的 是鞋尖款 超辣耶 我可以偷偷的 我幫你拿包包 我可以偷偷的看一下你的背後的那個感覺嗎 哇 哇你看它後面這個鞋尖的感覺耶 很好看耶 而且我記得它這一款的那個 褲子是不是也是超性感的 對 但你今天沒有穿過來對不對 還是可以直接脫 想說搭搭捷運 所以就配自己的穿上 所以你今天就是穿這樣搭捷運的嗎 哇賽 太勇敢了 觀眾朋友問我說它要哪一班捷運 它要跟著搭 以你自己的觀點 你覺得Beginni跟內衣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不一樣耶 光材質然後它的光澤 材質光澤 還有你最重要的是你怎麼搭它 就是你穿搭穿它讓它不會想內衣 就像我今天穿它會想到內衣嗎 因為它還有金屬的 對 對 內衣的話不會有金屬墊 對 內衣不會有這種金屬墊 內衣通常就是蕾絲 或是綿紫 對 對 婷婷剛剛有講到很專業就是材質 材質還有它的就是裝飾的部分其實都不太一樣 因為內衣真的比較不會有一些 就是淋淋扣扣的一些銀飾金飾金店 畢竟它要睡覺嘛 有時候是要跟男朋友溫存的什麼 太多這些東西很不方便 不方便拆禮物 所以其實是真的很不一樣喔 差很多 差很多 有沒有聽到直男們 內衣跟詠衣不要再搞錯了 這樣子才可以交到女朋友 好我們謝謝婷婷 謝謝 OK 我們今天總共常問了七個人 唯一只有我們一位好像是攝影師嘛 他說其實是差不多的 啊放心理就好知道不一樣 啊不要說出來 所以結論就是不一樣的 壓倒性順利 所以我們的直男們要真的記得 其實不要再跟我們女孩子說 比基尼跟內衣是一樣的 他們真的是不太一樣的喔 那今天WebShine的活動啊 正男也玩得很開心 那大家頻道影片如果也看得開心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喔 掰掰